他是婆娑罗中最后的角色 为了抱兄弟之仇 居然将露卢学校的所有人 全部变成提线木偶 就连强大的朱雀也落入他的手中 他要让露卢亲眼看着这些人死去 然后陷入无以复加的悔恨中 自从摆到生死后 千石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不仅对着木偶自言自语 就连情绪也十分不稳定 暗无正好利用这一点 让他对双星展开暴露 为了计划成功 他还赐予千石狼烟抬甲 只要穿上他胀气 便会缠绕身体 拥有穿梭霍野与现实的力量 与此同时陷卢还在缠住室门 想要通过队链研究出新招数 但是门依旧没有答应 清闲见到这一幕 在室门给他汇报工作时提醒他 人如果没有两不死党的话 那一生也就太无趣了 可是门从小开始训练 年纪轻轻就已成为十二天将 缺失的东西注定只能慢慢找回 夜晚红旭在阴海的指导下 给陷卢做了爱心晚餐 可陷卢却躲在心火辽中 不敢回家 毕竟红旭的厨艺实在是一言难尽 而他在跟众人吐槽时 红旭却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他身后 陷卢被吓得缩在墙角 清闲为救他一命提醒他 男人最好不要拒绝老婆做的事物 众人听到这话一脸猛咪 没想到十二天将之一的白武 居然也这么怕老婆 然而下一秒众人就倒在桌上 毕竟有些人是真不能忍 而陷卢更是被红旭揍晕扛回了家 第二天上课时 学校突然传出诅咒人偶的事 市门早就嗅到了婆娑罗气息 于是立马前去查看 可身后的双星 却在一间教室里中了癌痕 他们被传送到体育馆中 而台上还有两人的人偶 随着细思的拉扯 人偶瞬间四分五裂 千石也在这时突然出现 他要将二人大卸八块 亲手为百刀报仇 可红旭却十分不及 当时百刀虽然重伤 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将其驱除 千石根本不听二人解释 直接一鞭子挥了过去 双星剑装立马佩戴上骤装 麒麟碧与白领獠牙瞬间出现 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千石的实力居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异 两人即便用出流星拳与骤装 依旧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被逼无奈之下 双星只好用出共鸣 然而千石早有准备 他用蛛丝缠住二人 只要身体接触不了 共鸣就无法生 接着将双星扔在墙上 准备动手扯下陆如的神 危急关头 世门急事赶到 用出天响险服召唤出大剑攻击 千石只能边打边退 然后用蛛丝拼命抵挡 几个回合后 不敌的千石开始仓皇而逃 但在能飞的猪雀面前 这些只是小丑的把戏 世门在锁定千石后 立马发动赤体无限屏风 数十根羽毛如同导弹一般朝千石戏去 最后在房顶上成功将其击落 然而等众人前去查看时 才发现对方是个人偶 而世门也掉入了陷阱 被千石成功抓住 甚至还有能够复古的蛛丝 控制住了世门的身体 这时阴海发现不止是世门 其他的同学们也全都被千石做成提线目 千石说到他会杀掉所有人 让陆如好好体会一下失去同伴的思维 而在另外一边 随着大批的阴阳师遇害 制不坚的联系也出现断裂 玉颖只好命令12天将们前去调查 这一次陆如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